有家長在我們的留言板說 像你會教壞小朋友 你說不要教壞小朋友是 因為你要花時間 去跟你的小朋友溝通 這是父母的責任 主持人把泡油變女友 招馬嘎拍一娜加娜 飯雞喜歡做愛做的事 不得於亂 很多人對於我們泡油的這種 關係跟身份有一點 不明白 兩極化 就是討厭的人很討厭 會罵說 你們很髒很亂 很多人不了解泡油是什麼意思 我們來教育你們一下下 主持人烏克蘭 反正沒加娜滾窗一陣子後 變情侶沒想到 社會友的也被網友罵 所以兩人再次拍一片澄清 如果你上Google 或者維基百科 去搜尋泡油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用詞 叫性夥伴 或者性伴侶 那我覺得 性伴侶跟泡油那裡有差別 你們不是做一樣的東西 對 但是聽起來的話 那個質感就不一樣 你們是泡油 所以你們一定很亂 你一定有很多泡油 然後我一定有其他的泡油 我們的關係其實 比較像是性伴侶的關係 我們這個固定在一起的關係 還是比較固定的 因為我自己想 你要交往 對我來說就是很長的時間 不是我跟你交往 一個月我們就分手 我覺得交往就是要到結婚 但是如果 比方說你們先交往 然後發生關係 你發現了你的男朋友不適合你 你要怎麼辦 你要跟他分手 只是浪費你的時間 這個不算是很亂嗎 做出來提到會有這個現象 就是文化上的差異 有一些罵我們的人 就是因為我們亞洲的文化 還是相對比較保守一點 只要有一個男生 或者一個女生 跳出來說 我喜歡做愛 就會被人家罵得很慘 就會講他是 低俗 上風拜俗 很糟糕 在烏克蘭也會是這樣子 關南城說我很喜歡做愛 大家會說 哇 你很棒 但是如果他說出來 大家也不會覺得他很亂 你喜歡做愛 你可以跟你的男朋友喜歡做愛 還是跟老闆 這個不代表你喜歡跟任何的人去做愛 對對對 這個就是很關鍵的 很多人會說 我們這樣子講是三關不正 但是我覺得除了三關之外 五關還有七關都很重要 對 我來說七關是最重要 好 我們這邊還有收到 比較特別的是 有家長在我們的留言板說 這樣子會教壞小朋友 但是在亞洲 一般都沒有講得很清楚 包括父母 包括老師 他們都不會很直接 跟小朋友說 哦 到底性愛是怎麼一回事 根據我 我自己當過小朋友 我爸爸媽媽沒有跟我講清楚 這些東西 我們都是從社會當中 長大過程當中學習 所以我相信 你的小朋友 即便沒有看到我們的影片 他已經知道 你說不要教壞小朋友是 你要花時間去跟你的小朋友溝通 這是 父母的責任 而且我們也沒有說 你們要看我們也這樣做 對 我們只分享自己的事情 然後我想要鄭重的 回覆那些在我們留言板說 下注說 我們一定在一起不到一年 不到半年的朋友 你們真的會輸得很慘 因為你們不知道 我們的愛 什麼大的愛 喂 可愛 還會不會 妳在一起不到 誰 不見 我們可以